多交社保 多买房 多消费 多多大点税 这才是真案 能骂你的人都是不如你的人 在某平台居然给我干出了将近800条的评论 我大概看了一下比例 真的跟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比例完全成正比 永远都是恶巴定义 当然没有对错 毕竟屁股决定脑袋 但可以确定越愤怒越喷的这些喷子 80%都是粉红五毛 要么就是对自己当下的周遭充满了怨气的一群 你让他干点啥 啥也不敢干 但又满身怒我 无处分析 只能借着互联网变现地把自己的无能宣泄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觉得咱要有股气就干点事 去生命之后 干点大事 行不行 要真有那能耐 你学一下农村宝吗 直直播带货 那我也说你是这个 别当怂抱 光当喷嚏不来钱 又是看不起人家出国的 又是看不起人家带货的 有本事你带一个 这个社会现象就是明明自己无能 又要把自己包装得如此 是真案 你就做个企业 你多交社保 多买房 多消费 多多大点税 这才是真案 用行动证明一切 要说哪种人最聪明呢 就是啥也不说 埋头关心 顾全自己 只听我要的 过滤我不要的 天天就得口是心非 我爱你 但是你需要养我 这又谁嫌弃谁还不知道呢 30年前告诉你 忧生忧郁 我养你 30年后可能告诉你 养老都得靠自己 是不是这么个理